好 现在继续关注的是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为了救生林存永续所做的各种努力 墨西哥海域在最稀有小头鼠海豚 陷送了咸剑富裕有成 另外捷克布拉格动物园花了几十年成功富裕了普世野马 可以回到哈萨克大草原掩放 另外一方面的专家把一对白金从乌克兰的城市哈尔科夫 送到西班牙水族馆远避战争 而日本的新创公司跟大学合作研发出APP 让主人可以透过AI的镜头观察饲养爱猫的表情 可以实时掌握爱猫的健康状况 在大水池中开心畅游 舞动漫妙深思 15岁的雄性白金普隆比尔与14岁的母亲米兰达 在多国海洋哺乳动物专家的合作下 历经千辛万苦从乌克兰城市哈尔科夫来到西班牙 远离了俄军猛烈的炮火 不止战争 人为破坏也同样使得海洋生物 面临生存危机 近日 俄罗斯一名海洋学家就拍到了坐头巾 被鱼网缠住 受伤的全过程 及时将它救出 动保人士也在最近几月 救治了14只阿根廷契鹅 他们全都是因人类过度捕捞 找不到鱼虾可吃 在墨西哥官方与非营利组织海洋守护者协会的呼吁下 九只冰尾海洋哺乳动物小头鼠海豚 最近终于再次现身莫国海域 给动保组织打了一剂强心针 因过度捕捞和水质恶化灭绝百年后 大西洋巡鱼也终于在瑞典农业科学大学 哥德堡自然历史博物馆 瑞典钓鱼者协会和哥德堡大学 科研人员的努力下成功被富裕 18日也放回瑞典大海 23年前几乎已经绝迹 仅剩62头的西班牙大山猫设立 最近在西浦两国动保人士的帮助下 也同样成功被富裕 数量回升至2000头以上 历经数十年努力 捷克布拉格动物园成功赋予兵围动物 普世野马 今年六月初七匹黄棕色矮壮的马匹 从捷克浩浩荡荡出发 回到家乡哈萨克大草原 惬意地吃草生活 1990年代初期 波士尼亚战争造成大量人命损失 当地山马数量也跟着锐剑 为了富裕这群兵围动物 波士尼亚山马繁殖协会的工作人员 开设了一个富裕中心 让马儿们都能安心生活 繁衍后代 为了保护亚马逊热带雨林的动植物 巴西总统鲁拉宣布将要投入 3.18亿雷亚尔 重启亚马逊安全计划 5月到6月中旬 是鹿妈妈产子的季节 也是瑞士农民收割第一轮牧草的时节 因为刚出生的鹿宝宝 总是躲在农田中 很容易被牧草收割机卷伤 大批动保人士 于是在收割机来临前 先升起无人机 巡视农田 保护小鹿免于被物伤 为了给动物更好的照护 最近日本一家新创公司 也与大学合作研发出了一款APP 让主人可以透过AI镜头 分析猫咪脸部表情 以便及时监控爱猫的健康状况 自从APP上架后 已超过23万人下载使用 准确率超过95% 对很多人来说 猫狗早已是无可取代的伙伴或家人 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贝尔 在19日爆发野火时 一边逃难 一边也不忘带上它的四肢爱犬 但其中有一只狗狗因过于焦虑 无法跟着大家一起上车 贝尔只好忍痛把他留在家里 待火势扑灭后 他第一时间赶回家 确认狗狗平安无事与他团聚 TPBS新闻综合报道